哈喽大家好,我是破王塞尔 今天我给大家录一期淘宝大开箱 因为working from home好久嘛 所以我从淘宝海悦了一批家居产品 话不多说,现在给大家做开箱吧 给大家看一下 都是大的箱子 这一区都是我今天给大家做开箱的 这个是我买的牛糊 说是这个ASVL是一个日本的牌子 但是淘宝上是日本的牌子 不知道是中国知道的日本牌子 还是本身日本的牌子 一共买了一个白的黑的 当时想的是这个白的可以装植物油 这个可以装橄榄油 因为我们之前也买过一个油谷 也说是日本的,但是不好用 倒到口就松了 我看中这个是因为之前的油谷 它没有这个把手 然后每次倒的时候都要拿玻璃瓶子 如果你手一滑的话就直接掉地上了 所以说我看中这个是一个把手 还有这个嘴 你看它就是这个 就你一倒 油就弄出来了 看一下 它这个很好 它这个不单单是油 它会给你一个贴纸 然后会让你贴出 上面是油 生抽老抽 料酒 橄榄油和醋 可以的吗 我看的 你们喜欢哪一个呢 这是一个大的 叫什么 橡树 现在淘宝体院都很好 他们给包的包装 什么泡沫纸 什么都不会什么 都给的很好 首先呢 其实我在他们家是想买的 是一个蚝油压嘴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蚝油那个瓶口也比较黏 每次倒就倒在那一点 然后有的时候就粘到上面 然后盖子你放在上面 累积之急 因为累上面就出为脏 然后每次你还得擦 但是这个蚝油瓶口 是我无意间在淘宝看到的 我觉得这还挺好的 因为它是一个压缩式 就跟那个洗手液一样 就不会浪费 你需要多少就压多少 就压一蹦啊两蹦 它这个给有两个管 你可以放在上面 然后这个是蓝色的口 然后一压一压 这是两个 因为当时是 我要的是紫路的 但是狼男猫要的是pink的 它这个唯一的好处 是它这个嘴可以随意安装 它这个根据平口大小都可以 就是大口小口都可以 但是我看了一下 商家给的那种 就是说 如果你要用同一个调料的话 比如说你只用蚝油的话 OK你可以不换 而且你用的是同一个品牌的蚝油 但是如果你要换的话 你一定要分开 省着它们就是窗户这种 另外一个我从他们家买的是一个保鲜盒 为什么我觉得他们家的我要入一些呢 因为很久很久以前 我觉得保鲜盒都是一样的 但是现在我才发现不是 它这个保鲜盒里边 一定要有一个隔空器的板子 因为如果你蔬菜直接放里的话 其实它很容易坏掉 因为我们家冰箱的关系 它的蔬菜储存也就大概两三天 因为可能让你吃比较新鲜的 像这个我为什么买一下呢 因为它的上面大家可以看一下有日期 比较方便大家做记录 然后月份啊日子 就是你可以这么设置嘛 哪一天来的你可以设置 然后你记几天 或者说哪一天到期你可以放在这儿 这样的话到那个日子你就可以去扔掉了 像我买的一个中号的 一个扁的这个 还有一个大号的 这个大号的我就是几乎用来装白菜 生菜这些一块的蔬菜 然后这个中号的你可以装一些其他 你可能吃的刮果蔬菜这样 然后最扯的是其实这些保鲜盆不是我的第一首选 我先看它们家的是一个鸡蛋的原料 然后后来你发现你买这个三个package 它是送一个鸡蛋盒子 我就特别开心 因为我发现澳洲超市的话 它鸡蛋大多数都放冰箱里 像乌鲁斯的话它就是放冰箱里 COSE虽然放外边 有的时候也会放冰箱里 然后怎么样看蛋呢 我听一个博主介绍 就是蛋上面如果是坑坑洼洼 没有那种像老人般的那种断点的话 这就是好的蛋 就是从机场新拉出来的 但是在我长期去这么多潮市 包括压超来看的话 我觉得其实那种没放过冰箱的 然后直接从机场刚出的那种散蛋 就一大板的那种16啊18的那种 其实是最新鲜的 如果在冰箱里的话 大家都不会放那个小格子里 人家几乎不是很够 所以说我觉得买一个这个 然后它可以给你隔一下 使你这个蛋变得就很新鲜 而且澳洲的蛋它都有一个Best Before 就是你可以根据它那个Best Before 设计一个时间 等时间到了的话 你如果再想吃 为了自己的健康 你也要把那个扔掉 首先要大家说一下 原来我们外边有一个光 有的时候暗 有的时候明是因为光 而铁 就是云朵来了就暗一点 云朵走了就亮一点 其实我本次海运最最最主要的 就是为了买这个 然后就是吸了哗啦凑了这么多东西 这个是一个特别牛的 叫拓牛智能垃圾箱 就是这个不是我第一次买拓牛的垃圾箱 其实之前我们也买过一次 然后觉得非常好用 它是一个解放人类双手的一个产品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因为从你放垃圾 然后寄袋子扔垃圾 你丝毫不用沾那些恶心白白的垃圾 所以说还是比较好 而且拓牛的垃圾袋 它是随这个垃圾箱配的 然后我跟澳洲比的一些 它的垃圾袋的这个钱 跟在澳洲本地买垃圾袋的钱 差不多 最主要的就是 针对人类的懒垃圾放双手 然后画布的时候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之前买的是它那个标准的版 然后是一个白色的 我看了一下 他们家又上了一个这个彩色的 然后这个垃圾箱我觉得意外的用的时间还挺长的 我以为这种就是小型电子产品吧 就用了三五个月差不多了 但是前一个我们买的那个白色的 标准款的垃圾箱 我们大概用的有八个月快一年这样吧 所以说我觉得还是比较值得入手 因为当你烦恼买垃圾袋和垃圾桶的时候 其实你买一个这个就全部解决了 来首先就是一个线 这是用来充电用的 摆在这上面 怎么样速度眼值很高 我们本来没想摆在厨房 是想摆在那个厕所 因为你知道厕所一定要有一个带盖的垃圾桶 而且看一下 后面这块是一个开罐 设置啊开啊关的这个 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盖子啊 是一个非常轻便轻薄的 就是它开的时候是这样 比别人垃圾袋是这样 这个上面有一个红外线的感应系统 也就是说人从这边一锅 一弄它就呃呃开了 我试试吧 怎么样 这是人类的防御机 这就关了 如果你不想老让它这个开啊关着的 你就可以按一下让它一直开着 然后这个前面它按两下 就是它自动打包 这里面有一个这个自动加热什么系统 然后哦哦打包上 然后这边就直接整个这个口就张开了 这个口张开了之后呢 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个拿走踢过去 然后这里面自动有一个鼓风机 就是把上面的已经风口的那个哦吹下来 然后就填满你这个厕里头 它的容量还是可以的 像我们家这种酒 比如说生活垃圾比较多的人 那么大概一天都用一次 基本上你买的时候 它会都给你配六个月或者三个月的垃圾袋 这个你不用担心 那么如果是你想用它们的垃圾袋的话 你可以就是持续订购购买 如果你不想用的话 其实本地垃圾袋套在里面也可以用 这个我试过 别问我怎么知道呢 然后再补充一下 这个垃圾桶每一次充电大概能是两到三个月左右 所以说你不用担心充电也不是很繁琐 就正常你充手机那个头 然后插了那个USB线插出之后 然后大概充三四个小时这样 就可以安心地用整个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就这样 然后这个我就不给大家打开了 这个就是拖牛的这个垃圾盒 这个没有什么区别 因为这个垃圾盒就是一个一个这种 因为我买了将近一年了 所以它就直接拿到一个给大家看了 最后一个也就是最重量级的 这个包裹是本次我们游乐中最贵的 单价大概一千块钱左右 然后但是都是很有用了 给大家看一下 首先小米的体脂秤 其实我们家原来用的是MUJI的一个秤 但是它只能量你的重量 结果果不起然 它加海运加各种加清关 就变成了都已经开放了我们这体脂上才到 我不知道它是什么原理 因为我一直没量过自己的体脂 我就特别辜负 为什么有的人的体脂是实体 有的人的体脂是那么高 所以我想拿这个体脂上来看一下 这个之前我自己家也有买 我妈好像用的挺好 但我妈就把它当一个纯秤了 因为它不会连那个手机APP 这小米的车就非常简单 就是这种玻璃式的 然后我记得我家那个这个上面会显示它的重量 但具体体脂怎么显示的话 可能要下一个小米科技的那个APP 然后在手机上会显示 然后这个是 你看就是我买的 买了一个小米的电推子 那这个本来是想说 lock down我们家那个本身的推子 就已经是好久了 想再买一个新的 结果现在能处去见头了 我起初我就是觉得它的颜值还挺好看的 不过是其他的想法 真的很好看 你看之前我买的那个T是上面可以换卡头的 无论你是3号5号7号 就是把那个放在上放卡头 但是现在的T比外来都进化好多 它上面可以选1.7 1.4 0.5 这么一转就行了 就自动挑你这个豪竖 然后它里面有一个说明书 还有一个袋子 然后还有一个可以就是弄那个 骨头上那个头发的 然后还有一个卡油 还有一个围在骨头上 就是理发垫的绒布 这个T子应该OK 就我平时自己提提并角之类的 这是筋膜枪 本来我们好久好久之前就想买那个筋膜枪的牌子的筋膜枪 但是太贵了 我觉得先看看筋膜枪到底是舒服舒服吧 因为因人而异嘛 所以我看了一下 诶 正好小米家有这个筋膜枪 我就给它下单楼了 哇 这个我觉得挺好的 还送了一个包 这个很好 这个我站起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看 很棒吧 这是一个本枪 然后这是一个头 然后这是另外的一个 具体这是什么我也没用 我也不知道 但是感觉还不错 就大多数是用这个头吧 小米的东西就是颜值很高 而且很简单 像其中一个这个头可以 诶 穿在上面 然后这边如果通电话 大家可以想着 前面就 就这种 感觉手握起来也有重量 正常的筋膜枪 大概在700刀800刀这样 就是我们查了一下 觉得 4000人民币买的这个件 好像有点太贵了 但是呢 就是你放到你的沟车之后 它被键 后方还会给你discount 但是10%我觉得也是太贵了 无论怎么样吧 我觉得它性价比很高啊 就是这是499人民币 来圆你一个筋膜枪的梦 这个之后我们试了之后 会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反馈如何 我感觉还不错 因为我看了一些 大家底下跟铁子觉得 还不错啊 很舒服啊 这个很适合王达蒙 因为你知道 它现在就是每天都要 所以说这个很适合 那么做热所做就是 我这次开箱的淘宝所有的产品 我觉得现在我买淘宝 跟原来不一样了 跟着更离职了 现在我除了这些 性价比高的这些东西 和家用小电器什么的 适合从海外运过来 但其他的我觉得 其实澳洲本地 购买还是比较方便的 最后一点要提醒大家 就是澳洲的淘宝海运 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机制 但是之前我买的时候 都是来一个大丝袋子 然后里边都装好多 就像大家之前看过的 拖件的那个 但是现在可能因为清关啊 还有其他的缘故 所以说它这一次 我觉得不是很愉快 然后它是分两批用过来 而第一批只有油虎来 扯不扯 然后它后台就已经 confirm订单了 就截止了 然后我还要去跟客服去联系啊 这种 然后后来我才知道 原来它是清关之后 把这个东西都分开 所以就一公分 五个件寄过来 也是虚心一场吓一跳吧 然后这一期就是 我的淘宝澳洲海运分享 然后喜欢我的视频吧 后点鼓励点赞加关注 然后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